在2012年也就是當各位剛選完立法委員以後 有一批立委剛選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或許都要預知到他接下來會做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心裡有預期啦 我大概可以展望到了接下來任期會做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他提出的立法院在立法院裡面的提案是 進一步讓你的半典程序變得很複雜 怎麼讓半典程序變得很複雜 除了剛剛講的那些東西以外 每一個提議人跟連署人要求你把身份證正反面引本交出來 以現在這個時代大家對於自己的個資 對於身份證定交出來詐騙這麼猖獗的時代 你要把你的身份證引本給我 你會擔心 那擔心的效果是什麼 我裡面上支持你們 但是要我交身份證正反面引本你們都沒有 他會讓你 他要繼續讓你行使職界民權的路變得很困難 那上面的這些人 在立法院公報裡面都有記載 那當然連署人啊 有的時候我們會對他採取比較寬敏的看法 因為有時候立法院提案的連署都是在請客官說注意